下一套是何俠裝 名字好像比較長 什麼我們大家的何俠裝 這套東西 我們用一個已經不在的鏡花的說法 又是boys meets girls的故事 我和我都幫那些girl的 青春你知不知道 鏡花才有的東西 大家看他的facebook有多少相片 那些叫現聰不是青春 隨便吧 很典型的故事 其實有點像777那套 男主角又搬了出來住 住在宿舍 其實你可以對比之前那一季 有點像櫻花莊的寵物女鞋 那一套 男主角搬了進去 但不同的地方是 這套裡面的人沒有上一套那麼奇怪 你知道櫻花莊那邊是瘋的 這套怎麼說 他們有些很有個人特色的風格 有個人特色有動畫合理性 但現實上都是不合理的 但沒有那些那麼過份 還有作畫又漂亮很多很多的 作畫我覺得是怎樣說呢 比較濃一些和暖一些 你覺得有點像高 contrast版的新海誠 的略簡化 那它那些光影的效果 其實是很像新海誠 那如果你說以一個TV size 的動畫 對方來講呢 它的畫質是甚至比PA work更好的 那其實是挺意外的 因為去到這個畫質 所以為什麼上一季 不是上一季 上一個星期 為什麼會說 魔法高校劣等身 為什麼說它不像這個大 因為 比它好畫質的 或者是內容清晰的 有更多 對比它完全沒有任何特點 或者優勢 還有這套 故事其實就是 男主角搬到這個 學合莊島 剛才發現 他在行俠裡面 和一位師姐住在一起 師姐就有興趣看書 問學師是你 又找到看書 這個少年 獨立 離家 當然想追求女 發展青春戀愛 於是 實在暗戀這個師姐 誰知道後來 原來師姐也是住在何合莊 近水流台才有趣 正當興奮之際 誰不知殺出一個情咬金 就是奇奇怪怪的主客們 包括她的銅房 變態 銅房是一個SN變態 被虐的變態 有一個萬年都找不到 男朋友的 不要了 第一個印象 是一位非常有吸引力的 中年女性 不是莊妮 你不要這樣說 身材很好的 Light Sporting 女性 是姐 我給你 都叫輕熟女 的OL 屬性上非常出色 也找到 她是誰陪 專門陪大媽 也不算大媽 小林三秒 其實這類角色很明顯 要不就是小林三秒 要不就是下藍眼鏡那個 我記得 最近都是這些 很典型的例子 有那些發酒瘟 那些 之後那一集再出多個 再出多個女生 是黑的 粉紅色的 對 切開是黑的 粉紅色的 混淆女的大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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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 她沒有櫻花妝那些那麼誇張 但她是交織出來 又是一些奇怪怪的屬性的人 會有 剛才說過 有個M男 有個經常被男人坤的 雷射員 有個爛口的OL 有個很喜歡滾仔的女的大學生 這樣組成的班底 加兩個正常人 男女主角是正常人 即是你說過人物構成的 她就不需要吸引 即是她沒有去到大典大廢 短型的動畫都構成了 但她沒有去到大典大廢 即是她沒有去到大典大廢 你不會看到龍林 或者是櫻花妝那些瘋子的 但她又沒有去到很悶 即是她有什麼構成 這個叫穩搭穩宅 我覺得是 正常動畫一半 可以接受到的中途水平 當然不得不提 我覺得是 我想是阿群都知道 這套構成沒什麼特別亮點 所以找花雜香菜配文學笑 是的 花雜香菜配無厚 但是效果就不像 松枝絲Echo那種 因為那時候是音速度 她不願意算是無厚 她算是少說話 靜太香 靜 文靜少女 算是 即是算是花雜 她比較市場幾part的角色 是 花雜 少配了很多這類 她比較舊時會配這類 現在沒有什麼配 反而是 但我覺得這種角色適合她 我個人觀感 對上次類似的角色 應該不是 Darker Than Bad 第二季的女生 我沒有記錯 好像都是花雜 她可能是比較少說話 可能會是 但對比現時 你可能說 IS法國香菜 甚至 東京婚 或者其他類型 不同的作品 出現的 另一個星的花雜 如果在星的角度來說 其實她的故事 也比較簡單 都是一些 日常的開展 只是看青春小品 有少少的位置 然後又會看到 男女主角有些感情的發展 當然是比較特別 因為女主角的背景 是很喜歡看書的 但她也很容易受到書的影響 於是 交代完主角色出場之後 接著已經開始說 她正在看這個戀愛小說 所以會抽雲水 還沒抽水 只是戀愛小說 對 有些有趣 因為你會看到 那幾位奇怪的住客 她定了 就是 增加N就增加N到底 FF就增加N到底 黑就黑到底 是一可以有變化 男女主角很明顯 是正實的 青春少男 即是會變化 即是會變化 因為她看不同的書 有不同的心情 有不同的感受 有不同的行為 會出來 即是這個變化 唯有這個故事 會有大的賣點 其實有少少尷尬 始終就是 如果她每次看一本書 就不同 她每集的性格都會有少少改變 發展起來有少少怪 但Anyway 這個也是一個特點 因為她的OP 大家都會看到 就是 女主角不斷換衣服 就應該想說 她看不同的書 有不同的效果 即是你變回傳統和服 又有 你說扮西洋的又有 不同類型的 種種大大 各種的東西都會有 那麼 期待那個效果是怎樣 但作為一套 日常向的 又有一個高畫質的 那 也都不明不白 奇奇怪怪的開展 啊 無頭死掉的人 那些 我覺得OK的 不可以看一下 即是今季 都比較少 也都 不悶的日常版 即是你練金術士那些 那些 肯定是一些 遊戲門向的日常版 這套就 有典型的 一般動畫 那那個 聲優啊 或者是作畫質素 也是穩定啊 甚至是幾好 那可以一看的 那當然啦 你的對比 有同期會有 有一套未完的 你覺得 不會 不算相似啦 有同類型這些 青春人 可能還在播放的危戀 但是大家走的路線就不一樣 因為這邊不是後工 那邊是後工發展 那邊純粹是比較 一對一 即是 你看了會不會吃 OL和合達生的 是不是 對啦 那比較 有些像PA 平時做的那些 有些像 但是 是另一間公司做的 但是我忘記了哪一間 所以 另外一種效果 大家可以自己再看 再下半段 好 我們下一套